欢迎观众朋友继续在关心世纪新闻 主席团部人文字业基金会主办的《海洋台湾应苏生活》 这日期到8月31号在快艺生活村T24搜导官社店出 这次的电影很多难得的整项片 使劣压运没有死亡危险 等时间的等候才有机会协助的政策顺眼的卫民 真特地大家来欣赏 日空23海洋台湾应苏生活 竟然电十字链铛电 电机由七月车到八月31号 并第一号上午既行企务外动 有这台湾奖品的资金五金会表示 这次电影有很多人第一件的定位奖品 是铛铛书没有生命危险 等时间等候才有机会拍摄到的政策顺眼 全面观众者看起台湾海洋中的经济之美 感受到有的恐慌和探视 面对台湾人竟感到欠悲 当时其实借由这次的电影 竟然认识很多人 亲近海洋 爱好海洋 打开心的事 照顺海洋保育 以经济发展转转的方式 为人和主人共存 尊举一条影子党 我们这次主要展览就是要告诉大家 我们面对所谓的环境变迁 环境的变化 其实都是因为人类的欲念 或是行为影响 那我们其实可以透过很多的行动 我们自己的行动对环境更友善 让这个环境会更好 对 包括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所谓的学习 从透过这次的展览 让我们学习到如何去面对大自然的变迁 怎么样去改变我们的生活形态 可以更友善这个社会 不要因为觉得说不差我一个 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改变 这个环境可以变得更好 也会将来我们的子孙也可以活得更自在 这样子 配合这次的料理店 经典十字当时 基盘很多中处的经典人文工作 包括7月15号 海洋台湾的作者王嘉林 7月30号 台北主席中医书沈亦 与金马匠最佳记录品导演蕭吉珍 8月初六 主席大拿病医书郑祥伟 8月19号心理主席书林姓慧 8月30号 大爱感恩爱心唱乡 当时有更技巧 少有更多的时间 都定地休休假日 欢迎对环境影响发展 有兴趣的民众 百机会参加 新闻听众论 王秀山嘉宇七 蔡宏博德 亲爱的乡亲和朋友大家好 我是永妈市长黄敏惠 家里地区水情严峻 面对缺水危机 让我们一起从生活中解水 我们可以用澳澡改为淋浴 用擦车来代替洗车 洗手搓揉香皂的时候 记得要先关水龙头 洗米洗菜的水 还可以拿来浇花 养成良好的节水习惯 节水省荷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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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